自从阿祖法答应康特回家一起生活的请求以后,阿祖法和康特的生活渐渐归于平静。 在阿祖法在家带孩子期间,他似乎渐渐忘记了自己还有房子需要搭建。 康特也是将阿祖法的所有物品一股脑地全部拿了回来,基本上断绝了阿祖法到外面生活的所有念想。 但是要强的阿祖法会一直留在家里乖乖带孩子吗?他们之间又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伴随着早晨,七点刚刚升起的朝阳,新的一天开始了。 这是阿祖法在新家生活的第二天。 虽说阿祖法极不情愿地陪着康特在家里生活,但既然现在已经住了下来,那他便是这间房子现在的女主人。 照顾一家人一天的生活是他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游牧民族的女人在生完孩子以后根本不需要坐月子,她们简单地休息,几日之后便可以下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今天的阿祖法完完全全化身为一个居家主妇,开始照顾康特和孩子们的日常起居。 康特和阿依达也已经睡醒,他们正在店子上聊天。 昨天,康特偷偷偷到城里的市场上给阿依达买了两个新首饰作为阿依达来到新家的礼物。 阿依达看着康特给自己买的新首饰,那是无比高兴,此时的他与康特之间又格外亲近了几分。 照顾完阿依达,康特俯身查看睡在自己身旁的小阿斯曼。 看着这个刚刚出生的小天使,康特无比宠溺,在他的脸上亲了又亲。 在休息的康特询问阿祖法,小阿斯曼有没有什么需要的东西,我们可以到城里去买。 阿祖法回答康特说,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小的婴儿床。 之前阿依达的婴儿床还在帐篷里,我想请你帮我把他给带过来。 但让人懊恼的是,康特的车子发生了故障,一直在修理厂维修,就连康特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修好。 听到自己的计划落空,阿祖法的脸色有些不大好看。 他心里想着,现在的男人真的靠不住,把我接回家就让我洗碗刷盘子。 我到底是一个刚出月子的宝吗?还是你请来的庸人? 看出了阿祖法有些不大高兴。 康特急忙联系修理厂,询问自己的车子什么时候才能修好。 但修理厂员工给予康特的答复是他的车子由于油箱一直漏油, 他们需要更换邮箱,因此需要再等几日才能将车子修好。 于是,康特准备给老者打电话,想让老者替他把婴儿床带回。 但是,老者已经帮助了自己太多事情,老者家也有很多事情等着他去做, 因此,阿祖法并不想继续麻烦老者。 但为了能拿回婴儿床,康特还是给老者打去了电话, 想借用一下老者的车子。 善良的老者一听到是康特打来的电话, 在得知康特要做的事情以后,老者很果断地便答应了下来。 但自己的车子现在被女儿开走了, 女儿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才会回来。 因此,康特决定先去老者家里等着他女儿, 然后开车到阿祖法的家中去拿婴儿床。 康特离开了,留下阿祖法一个人在家。 阿祖法一个人既得做家务,又得照看阿依达。 好在阿斯曼现在还小喜欢睡觉, 不然一下子要照看两个孩子, 那阿祖法可要被折腾坏了。 此时抱着阿依达正在整理家务的阿祖法, 不禁让我想起了之前阿祖法带着阿依达到别人家里打扫卫生赚钱的场景。 那时候的阿祖法为了能尽快赚到钱, 而在别人家里打扫卫生。 而现在的阿祖法依旧还是在打扫卫生, 不过现在的他却换了一个身份, 他不再是为了赚钱, 而是为了自己和孩子们。